又能不知道来关心 今天各地大部分都是 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宜兰涌现了出游人潮 下午国道5号北上路段 再度大塞车 沦为大型停车场 而民众抢在周末出游 因为从明天开始 就要跳水式降温变天了 冷空气的强度 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预计最冷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二到礼拜三清晨 北台湾的低温 可能会下探到13度 中部跟花莲地区的低温 也有4到5度降幅 南部地区跟台东也会降温 到时候低温剩下17度了 全台有感变冷 在周二之前 北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渴望再度飘雪 宜兰船艺中心涌入人潮 阳光露脸 游客玩得更尽兴 但返家之路涌入车潮 国道5号北上路段 再度塞车沦为大型停车场 民众抢着在周末出游 把握难得的好天气 因为强冷空气席台倒数中 各地将在一系之间变天 周一开始转为湿冷 单就以冷空气的强度来看的话 这波冷空气是比上一波冷空气 还强的 明显的温度变化 各地的温差 可能都会差到到10度以上 全台极动强度 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北部低温从20度 到了周一清晨 一口气降到剩下14度 预计最冷时间点落在 礼拜二到礼拜三清晨 北台湾可能下探至13度低温 中部及花莲地区低温也有机会来到16度左右 气温约有4到5度降伏 南部地区和台东低温也将从23度降到17度 而这样的气温骤降 连气象局长证明点都提醒 全台显著有感 尤其北部东北部要注意这一波偏湿冷的天气形态 北部东半部跟中部的山区都会有降雨局率增大的一个情形 在礼拜二的话是温度最低 所以说如果水气跟温度有搭配到的话 其实在北台湾的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机会有下雪 直到周五预计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袭 冷空气接力报道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 介入陈建国 看不到